这种瞩目的国民媳妇似乎有浮出水面的痕迹了 6月19日到21日 韩国当红偶像组和Big Band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热力开唱 整个场馆总休息 本来嘛偶像难得来一次上海 粉丝们肯定是群情高涨的 可惜Big Band的光芒明显被台下的一位观众夺走了 她就是国民老公王思聪 不远千里跑来上海看演唱会 看来咱们的王大少也是个十足的追星族呀 只不过大家更在乎的似乎是坐在王思聪旁边的那个女孩 两人不仅坐在一起看完了演唱会的全程 更在结束后手牵手离开了现场 粉丝们并没有因为看到偶像Big Band就放弃了追寻真相的脚步 短短几十分钟 那个坐在王思聪身边的女孩就被神通广大的网友给挖了出来 她就是网络红人雪梨 虽然王思聪不算是娱乐圈中人 但和她爆出恋情却能在娱乐圈里博得不少的版面 就拿王思聪的前女友张雨昕来说 她就从一个无人知晓的路人成了厂商争相追逐的广告红人 甚至还一举出演了电影电视剧 有没有感受到这种一夜爆红的这种感觉 嗯没有我之前也有在工作呀 之前也有工作 最近是不是这个曝光率特别高啊 嗯还好吧 而眼前的这个雪梨妹子似乎没有打算走娱乐圈这条路 据了解雪梨真名朱晨慧 浙江温州人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是个女学霸 大学就读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国贸系 在大学期间还获得了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浙江赛区二等奖 2011年朱晨慧凭借优异的成绩留学 她自己的个人微博毕业学校一栏也赫然写着奥克兰大学 不仅如此从大三开始朱晨慧就和同学合伙开启了网店 自己担任服装模特 仅仅三年的时间小店就上升到了金冠级别 每个月的收入也是十分可观 今年三月她还以优秀校友的身份 被邀请回母校浙江工商大学举办讲座 为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创业路 只不过看看朱晨慧再看看张雨昕 小编还真有些傻傻分不清楚呢 只能说王老板你的眼光还真是雷同呢 请不再见